所以我要說一下 你看他們有多愛你知道嗎 他是我們這個DJ最愛專輯 剛剛這個說話就跟我講說 他最喜歡這個 他說我不是文青喔 他說我好喜歡張璇 張璇你說說看 你吸引的這個族群喔 不但也是沒有文青 他自己本身喜歡 我是假嘻哈 騙屁胞 騙屁哈的意義 結果你的音樂卻讓他非常的感動 說說你的心情 我們DJ最愛 真的很謝謝大家 其實我覺得DJ最難靈可貴 其實也就跟做音樂一樣 其實我們都有自己很擅長 很了解的一門樂風 但是其實喜歡的東西 其實可以廣伴 然後我很喜歡ELEVEN的DJ 最大的原因可能也是因為 我覺得他們總是能夠用 很開放的方式去欣賞各式各樣的音樂 而不是用單音的標準去評斷 就是流行或者是熱門音樂 那談談這個最佳編曲的這個部分吧 你說我們這個HITTO編曲人 我想這個部分對你來講 是個很大的肯定會 畢竟做音樂的人希望的是 不單是歌聲 不單是創作 連編曲都能夠難過 很不了不起來 對 因為其實 如果我們都很喜歡 待在露宇室的時光 是 所以當然就是如果真的有獎項的話 我們通常自己私心 會希望得一些技術性的獎項 因為它可以跟團隊分享 也可以讓人家更一虧 就是二虧 後面就是讓這些事情 讓這些音樂發聲的人到底 除了歌手外還有誰 非常棒 其實這個專輯也發行了一陣子了 之後還有什麼樣的一個計畫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今年會 籌備自己的各地的巡迴演出 各地的巡迴演出 對 然後因為我們想要做一些 跟影像 跟 跟人互動的訊息 我要問一下 你需不需要這個所謂的 客串的DJ 我想這個時候 我一定會被主持 免費幫你主持好不好 我想請你們來看 好 我們倒數一定會去 再次謝謝張學 謝謝 謝謝 那我們希望 下一次活動再見 好不好 再見啦 那我幫你拿下麥克風 謝謝你 謝謝張學 好